大家好,这里是宋书信语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有朋友让我去讲讲这个抖音或者B站上手挫LK99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我一直没看,今天看了一下,果然很惊人 那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最早是在B站上还是在抖音上看发的 我是在抖音上,账号名称叫炼丹师阿祥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名字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搞笑的名字 这个炼丹师呢,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这个自签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搞这个相关的这个超导研究啊 或者是起码和这个合成类有关的这么一个视频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吧 很多这个行业都有自签,都有自黑,都有一些黑化 比如说摇管的,就是做化学合成的 烧炉子的,就是搞这个超导研究的 那这位炼丹师阿祥他的真实身份,我们还不知道 啊,那么这个视频啊,先给大家看一下 确实是很惊人,来本地实现了磁通丁孔 这是长文下呀 看到了吗 有点小,我们再放大看一下啊 注意光和影的方向 好的,我们就看到这 看出什么了吗 这个是抖音上的视频啊 从这个视频的光我们能看出来啊 我们现在是背光 对不对啊 摄像机,朝的方向 实际上是朝的光的方向 这个磁解在下面有个投影 看到了吧 另外啊,就在这个操作者 拿这个笔或者杆在推动这个实验品之后啊 他在这个泳磁体顶部是有投影的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视频不像是合成的 他像是真实的视频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视频的情况 那实际上啊 这个超导材料啊 这个磁通丁孔啊 麦斯达效应啊 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那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知道超导材料的悬浮啊 那就是一种所谓二性超导体所特有的现象 是一种就是磁力线穿过磁 就是材料的时候呢 被捕获的效应 从而呢提供他这个悬浮所需要的力 这么一个平衡 只有二性超导体才会有磁通丁孔现象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一性超导体啊 他在磁场中呢 他会完全的排斥磁场 因此呢 他不会产生磁通丁孔 二性超导体呢 在磁场中呢 他会产生 因为二性超导体在磁场中啊 会发生相分离 就一部分超导体呢 保持超导性 另一部分超导体失去超导性 诶 失去超导性的部分呢 就会产生磁通丁孔 呃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 磁通丁孔啊 会在超导中啊 产生力 这个力会抵消这个外加磁场 导致这个悬浮 那么什么是一性超导体 什么是二性超导体呢 一性超导体啊 就是在磁场中 我们讲过 外加磁场会被超导体 完全的排斥的 这超导体 二性超导体呢 就是在磁场中啊 外加磁场会被超导体 部分排斥 诶 部分穿透的这个超导体 所以一性超导体 在磁场中 呃 就会发生这个 完全排斥磁场的现象 因为超导体存在一个 临界的这个磁场值 当外加磁场强度 大于临界磁场值的时候呢 超导体啊 就会失去超导性 二性超导体在磁场中啊 也会发生部分排斥磁场的现象 这是因为超导体中啊 存在两个临界磁场值 当外加磁场强度呢 大于第一个临界磁场值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下临界值 超导体就会发生相分离 一部分超导体呢 保持超导性 另一部分超导体呢 会失去超导性 那失去超导性的部分呢 就会产生这个磁通钉孔 而磁通钉孔呢 会在超导体中的产生力 而这个力就会抵抗外加磁场 同而导致这个磁悬浮 那这很神奇的 所以一性超导体啊 我们看到和二性超导体 在运营方面实际上很大不同的 我们比如说像磁悬浮列车啊 核磁共振啊 往往用的是一性超导体 而二性超导体呢 通常用于那些高磁场的应用 像核磁共振成像仪啊 超导电机 回头我们再看着视野啊 这个实验我刚才讲过光影效果啊 那么我们再稍微放大一下啊 稍微放大一下啊 最开始的这个 看他这个笔啊 落下来的时候 那个影看到了吧 看到了吗 就是笔靠近这个顶端的时候啊 它是有个投影的 而这个投影呢 就是在磁铁上真正的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啊 不是合成的 当然啊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判断啊 起码我看不出来这个视频 是合成的痕迹 这个材料我现在还不好说啊 那么这个场景是完美的展示了 这个LK99的磁通钉孔现象 那么在超导体中啊 因为存在这些缺陷 我们刚才讲过 磁通线就会被这个缺陷钉住 无法移动 这个缺陷啊 往往是什么呢 比如说 就是说超导体里边 这个精力的这些边界 杂质原子 或者是人为制造的钉孔记做的 你可以想象成这样啊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切成大画面啊 有一个录影用的风扇 看了吧 这个就相当于磁力线 一个磁力线呢 就是被这个风扇给夹入了 你把这个想象成超导体 这个想象成磁力线 是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就是一个二型超导体 这就是这么一个被钉入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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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磁动听口啊 对于这个超导体来说呢 是非常独特的 这个和麦斯大效应啊 我们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麦斯大效应啊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说超导体的两个 就是过去的高温超导体 两个特征 一个是零电阻率 一个是麦斯大效应 但是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不一样 是吧 它就不一样 我们说磁动听口啊 是前苏联的科学家 亚历山大阿里克希耶维奇 亚伯格罗夫 在1957年发现的 当时呢 这个亚伯格罗夫啊 正在研究超导体 在磁场中的行为 他发现在超导体中啊 磁动线会被一些缺陷所钉入 无法自由移动 这些缺陷呢 可以是磁力的边界杂质原子 或者人为之道的钉扎机 就我们说的这个 所以呢 有一些 比如磁旋扶的原理呢 就是利用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 进入超导体之后呢 就是超导磁旋扶啊 就是列车那个 外部磁掌的磁动线啊 会被完全的挤出这个超导体之外 所以呢 当磁体靠近这个超导体的时候呢 会产生很强的排执力 而这种排执力和重力相互抵消 就产生了超导磁旋扶 实际上麦斯大线 当时是在超导体在外加磁场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反向磁场 抵消这个外加磁场 就刚刚我们说的 但是磁动钉孔啊 它是超过我们说的那个下临界值的时候 超导体产生那个缺陷的部分呢 会把磁动线给钉住 哎 这个钉住的部分呢 就让它不动了 就这个力就产生力 就是不动了 所以呢 外加磁场小的时候 相对来说相对超导体啊 它不会发生这个磁动钉孔的 那这个时候呢 麦斯大线上的 会完全消除这个外加磁场 当外加磁场强度超过某一临界值的时候 这个磁动钉孔呢 就会开始形成 麦斯大线上的就会逐渐小 最终消失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演示啊 这 它是二型半导体 二型超导体吧 还是一种混合形式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导体 那么现在看起来啊 它不是混合态啊 应该是就是说 就是一种二型超导体 我觉得 那么 从 从这个视频开始到现在啊 因为太短 只是呢 它像韩国那个视频一样 用笔就推了一下 让你感觉一下 所以这个这里边啊 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 比如说 测过来 甚至悬浮 哎 它能不能做到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平衡态 所以我现在还说不太好 但是 现在 这个抖音上这个视频啊 在推特上 在其他的一些国外社交媒体上 也在火爆的流传 哈哈 那么 这是第一个大概是声称 并且用视频展示 有这个死痛叮孔的这种悬浮的这个视频 好像其他的呢 就是不说不包括LK99最早的 他们自己的视频 其他的这些replicated里边 浮现里边呢 这是 啊 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 如果这个事啊 这个视频是真的 没有造假 呃 那这将是一个 非常 呃 非常独特 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实验 因为在LK99 他们的实验中呢 大家 已经看到了那种 啊 现象 当然呢 他做的那个块 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视频啊 就是 这个右上角的呢 就是韩国人 LK99 李时培 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那个视频 而他们的块呢 明显是很大 可以看到很大 而现在这个链单是阿翔 他做的样品呢 实际上是很小的 看到是非常小的 但是呢 小有小的好处 是吧 小的话呢 那轻 他更容易悬浮起来 杂质可能会少一点 这个抖音的播放量啊 是巨大的 啊 点赞和转发啊 都超过了一万次 要知道啊 这既不是所谓低速视频 也不是搞笑 或者换脸的视频 所以 这个 抖音啊 是中国的短视频平台 也就是那个TikTok 他母公司在中国大陆的APP 这个只有在中国大陆能用哦 你们在外面得翻墙 很多人啊 都非常鄙视抖音 那个因为他在不停的推销低俗和华众驱种的视频 但是又别的 但是啊 恐怕在主流科学家的眼里边 我觉得可能LK兄弟啊 在他们眼里边也是华众驱种的 所以啊 讲到这儿 LK99啊 让我彻底迷失了 Totally last 那能完全히 clear的 这又是一个奋斗和复仇的故事吧 我们师父以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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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